大家好,我是五仔 跟大家講時政的這一節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每個小時有新的影片更新 這集講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對於公屋這個問題 有很多香港人都心同感受 表排很久 無論單身的你 無論是一家大小的你 甚至乎連同老人家的你 可能會覺得 很多人排隊 香港公屋的輪候時間又長 再加上有多少內地 你看到小紅書那些 上公屋攻略 教你怎樣 比香港人快上樓 這個話題都成為一個熱議 其中一個原因 有人覺得 是不是真的土地一個問題 導致 香港的公屋起樓 速度和量 都不能夠很快提升 就著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有網民說 土地大辯論 其中一個話題 就說到 有一個叫做文章 竟然說 要反對年輕人申請公屋 不是吧? 整件事是這樣的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記得訂閱頻道 會有很多新資訊 帶給大家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 多謝 講到這個話題 大家都會覺得 原先有人說 應該不是反對一些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申請的嗎? 竟然反對年輕人申請公屋 不是吧? 從哪裡走出來呢? 有人就是這樣說 這個 對於土地的爭議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 有政有反 其中有一個範例 反對年輕人申請公屋 指出不應該搶新移民住公屋的機會 這個說法引起極大爭議 其實這個是一個截圖 當然 裡面就說到 究竟 年輕人申請公屋對社會的影響 是弊多於離 為什麼呢? 我們裡面那篇文章很詳細 我們看看究竟他的論點 這位學生 為什麼覺得年輕人申請公屋 是弊多於離 真是 這麼奇怪 文章指出 18歲的年輕人或者大學生 將會有能力置業 如果輪候公屋 變相是真真正正需要 跟一些有需要的貧窮人士 爭奪資源 他指出 年輕人應該爭取向上流動的機會 非消極地佔用社會資源 年輕人也不應取巧 視公屋為申請居屋的跳板 因為這樣會搶了真真正正有需要的人 入住公屋的機會 文章裡面也提及過 房屋委員會要顧及社會上不同類人的需要 例如 低收入的家庭 新移民等等 他指出 新移民的需求 沒有那麼迫切性 所以這位學生在文中認為 市民住公屋 或者住屋 需要 是不是 有待改善呢 首先興建的不會給年輕人的公屋 這個話題我也覺得很有趣 如果 這個話題 有位學生是用這個 考慮 第一件事 他說 年輕人大有前途 你出來讀完書 一定會升職家人工 你未來一定是向上流動的一份子 公屋 公屋 不是應該給你 這些 年輕人來申請 因為 有很多人 很有需要 如果 你們是有 向上流動的機會 你們是有機會 賺多些錢 又去拿這些 幫助 貧窮人士 有需要人士的資源 一起欠飯吃 變相永遠都會不夠 所以他的論點就是 既然一班年輕有為的年輕人 你預期都不會在這個地方浸淫 不會在公屋住 你的目標當然是上車買樓住 私樓住豪宅 你應該一起步就不要申請 留給其他社會有需要的人 他更加說 不要用公屋作為一個跳板 作為一個居屋的跳板 這兩個問題 香港 現在什麼環境 你覺得 他讀完書出來 說他讀到不知什麼 石士生也好 博士生也好 他一定能夠成功買到樓 此其一 樓價那種 你看人家每個人都能上車 買到樓很容易 去少兩轉旅行就可以了 不說這些古靈精怪的論述 你正常一個人 我當你二十幾歲才出來工作 二十幾歲出來工作 可能打一份普通的工 我不能夠說到牛工 讓你找到兩萬元 然後你要儲多少年錢 你才可以拿到三十萬首期 你會像那位地產暴龍哥那樣說 三百多萬的樓 三十萬首期 怎麼會沒有客人 怎麼會那些年輕人買不到 三十萬 你自己想 兩萬元 你要儲三十萬首期 你要儲多少 這個時候就是三十萬 可能過了幾年樓價又恢復正常 所謂的正常就向上升 到時候那三十萬就連門口也進不了 門框也未必買得到 如果門框買不到 買不到私樓 那怎麼辦 好 根據這位學生哥的角度就說 既然你都向上了樓動 你自己都賺到這麼多工 那你不要申請公屋 公屋的原意就是幫 其實公屋的原意知不知道在哪裡 所謂的年輕人的公屋 給年輕人住就好 給單身人士住就好 甚至乎給有需要家庭住也好 公屋的原意就是希望 有些很多人 他收入未必那麼高 他不是賺十幾十萬一個月 那些 可能不是五六萬 屬於人均中位數頂級的那些人 又不屬於中產那類人 他是可能在基層或者基層的頂端 他距離中產中間甚至乎高位有一段時間 他都需要地方住 難道他去到四十歲和家人一起住嗎 你不介意而已 家人不介意而已 但可能你自己也會介意 你也會有拍拖 你也有女朋友 你也有自己的空間 你也想有自己的生活 你出來租房 怎麼租啊 你租完怎麼存錢 我當你住的劏房屋五六千元 你住一間正常的房屋萬多元 你就可以考慮這個問題 你公屋的出現 希望可以令到一些低收入的人士 低收入的家庭 住 連租屋的出現 其實某程度上我都解釋過了 其實是一個階梯 首先你 有一個地方讓你有遮蓋 你不會因為你的居住環境而令到你很重負擔 你不要說居住環境好不好 這件事 我們不是說這件事 而是這件事的出現 就是希望可以令到大家 在住屋方面的負擔減到最低 你有地方住 你就可以很舒服 安樂 可以沒有後顧之憂的模式 在社會賺錢 在社會賺錢 你用你的辦法 任法、積蓄也好 一天打了多少份工作也好 把你的錢儲存下來 儲存下來 你能夠向塞上流動 所以出現居屋 這個跳板是敢用的 所以反過來 這位學生哥說 反對 不要讓年輕人 拿公屋作為一個踏板 跳上居屋 我覺得 完全是 反其道而行的說法 你不是違背原意 那你居屋下去做什麼 用來炒賣嗎 那你給一些窮的家庭用 窮的家庭用 難道窮的家庭都已經成家垃圾 可能大人出來 都已經 可能還有十多年退休 他這十多年 可不可以馬上買到房子 一聲再轉居屋 他可不可以一炮過 他也不可以 那你為什麼 不是從年輕人開始慢慢養起 在年輕人 他拿到一間公屋 然後可以 有遮掩頭 很輕鬆 對於 交租方 租金方面的負擔不大 他才可以 積落一些金錢 拿到一些財富 財富聚積到了 他便有機會向上 他可以選擇 投向居屋 如果他好一點 再好一點 投去私人樓市 私人市場 那你說不是 那你反過來 你想到這個時候 每個人 這麼便宜 我住慣了公屋 就不會什麼 這是你的想法 有很多人 有很多年輕人 舉例 有很多人士 如果他真的找收入 可觀 開始可觀 他自己開始結婚 那兩夫妻 有些錢 慢慢 在公屋裡 他一直在公屋裡住 他都想 生兒獄女 全宗接代 組織家庭 那間公屋 那間公屋 這麼小 那怎麼辦 不如儲錢買居屋 或者儲錢買私樓 他在租金裡 省省的錢 就可以讓他向上推 所以我覺得 這種說法 真是背記道而行 你很奇怪 我覺得 年輕人申請公屋 是弊多於離 這個想法 完全是有一點 扭曲了整個現象 你說 土地不夠 就斬了年輕人 申請公屋的權利 這樣就可以 從而退出多些位置出來 給一些真真正正的有需要 其實年輕人都是真真正正的有需要 你不要以為他們沒有需要 尤其是現在 你反過來 你問一下一些 可能出來工作單身的人士 他剛剛投身社會 受這個社會的分圖 剛剛才 可能他在讀書的時候也不覺得 原來他大隻手 問父母拿錢那麼容易 出來自己賺錢那麼難 那些東西那麼貴 那時候我也不覺得東西那麼貴 靠你自己賺自己花 你自己存錢的時候 你就發覺 原來這件事 是一個學問 不是那麼容易 你就慢慢 你自己想搬出來住 去看看租盤 那些房子那麼貴 平時你和家人住 你不會想這些事情 你怎知道房子有多貴 甚至可能你住公屋 或者住屋 或者住屋 家人負擔 幫你擔起所有這些問題 到你自己長大了 子女出來面對 嘩 什麼什麼 200多尺屋 屋 300多尺都是這麼貴的嗎 我以為很便宜 下一次你就會覺得 這個世界 不是這樣 那你就會很期望 可以在租金方面 住屋的租金方面 減少支出 減少這個負擔 其實這件事也可以告訴大家 生育問題 很多年輕人 或者很多人想不想留在香港發展 其中醫食住行 我們經常都說 四大條件 吃貴沒辦法 物價飆升 住 很緊要 你找一個地方安居 有遮風擋雨 你才能夠全心 在香港 做一個 生產 可以賺很多錢 為香港付出又多 即是雙贏雙贏 但不是 我連自己找一個地方 有遮風的地方都沒有的時候 我又怎會很有心機在這個地方找銀 更加不要說向上流動 所以 有人用這些方法 是不是這樣可以變相 偷換概念 偷到這些土地 增加 土地增加出來 變相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說不通的 何況 你又這樣想 年輕人 無論在哪個社會 都好 是未來的社會動良 常常說動良動良的意思 其中一件事就是 你社會那個地方 能不能夠發達發展 是靠每一個新的世代 他在這個地方能夠找到多少 他對這個地方可以投放到多少精力 財力能力 可能他剛才有一個 突然間住公屋 然後突然突然發達 飛黃騰達 變成下一個李嘉誠 然後他回饋這個社會 很多事情都不奇怪 你不知道 誰知道 但是你說不是 如果好像這個說法 不讓他申請公屋 一走就踢走他 然後他躺著躺著 他對這個社會的控訴 對他天的怨恨 你就摧毀了一個人 會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 有些人覺得 是不是要把公屋的資源 要投放在本地人身上 即是香港人 不要是人是鬼 豬呀狗都可以申請到公屋 我覺得 這件事也是要怎樣去看 究竟又這樣說 你申請公屋 之後會不會 之後會做一些後家條款 對香港的社會 又需要什麼貢獻 你之前說過青年女社 又要做社會服務 200個小時 那申請公屋是否需要 其實我覺得兩題 因為很多人都說會濫用公屋 又拿中緣 又拿津貼什麼什麼 很多東西 住公屋很富貴 很正的 整個話題就是 有人很憎恨這些 拿盡香港所有福利游泳的人 盡盡社會的資源 而自己一元沒有投放在這個社會上 這件事究竟 接下來香港會不會改變 怎樣改變 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可以的 如果你說不是 有些拿掌援是老人家的 那你就獨立安置老人家的地方 或者是公屋 那些就豁免 其餘的不是 一家幾口 或者你新移民也好 什麼都好 起碼都要找工作 或者安排你去找工作 你不讓政府幫助你 可以從低位走出來 但是你如果自己保持在低位 想著這樣就算了 我覺得可能 你沒有資格去拿這些福利 所以這件事也是香港 很多年輕人或網民 經常拿出來討論的話題就是 如何避免濫用資源 香港資源用得其所 而不是純粹因為覺得年輕人 可以向上流動 我看到你將會中立彩 所以你不需要拿任何福利 這樣行不行 如果這句說話可以說得通 這個世界沒有人可以拿到任何福利 我覺得 你看到我的將來 我都看不到自己的將來 你竟然可以為我的將來做一個判斷 所以這句說法我覺得 所以在網上這個文章 令到很多網民都成熱意 會不會遲一下 連香港人都不給申請公公 有些極端的想法就是 只是給了新移民用 香港人靠自己 在香港自己想辦法 會不會這樣呢 我覺得不會的 但怎樣也好 我相信是每個人的看法 但是他的看法出於在什麼位置上 怎麼會寫到這篇文章 我覺得無從稽考 竟然不能拿公屋做一個跳板上居屋 我覺得公屋本身就是一個跳板 讓你上居屋 你整個邏輯有問題 好了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